12月30日,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落下帷幕,由于该奖项含金量很高,所以电影界的很多导演和演员都去到了现场,都想在万众瞩目之下拿到大奖。 的确,对于贾玲一个半路出家的新进导演来说,第一部电影就能收获54亿票房,这已经称得上是一种奇迹了,多少大导演辛辛苦苦一辈子拍了几十部电影,加起来都没有贾玲一部电影票房那么高,不管你好,李焕英口碑怎样,如何商业,不可否认的是,能取得这么好的票房成绩,他就是成功的。 而贾玲也凭借你好,李焕英获得了之前的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处女做奖,但当时贾玲并没有到现场领奖,而是让同事带领,估计贾玲认为,长春电影节的奖项含金量不是特别高,所以才没去到现场吧。 这一次金鸡奖,贾玲来到了现场,看起来兴致勃勃,志在不得,54亿票房摆着呢,能不拿奖吗? 不管怎么说,你好,李焕英也不是一无所获,起码张小斐拿到了分量很足的最佳女主角奖,归根到底,也有贾玲的功劳啊。 请订阅评订阅明 $13.000元